ok 老板在这边呢 我给你看看我们的software啦 我们的software其实就是这个inbound software 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software是要postpore的 so 我会在这边呢 login我的ID 比如讲 充物类的 ok 你可以看到这边啦 它这个是可以切换语言的 比如讲你要看英文 还是要看华语 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ok so 如果你有马来人员工那些 你不用担心咯 so 我先给你看看我们的新增会员啦 新增会员的话比如讲我会进一个ID ok 比如讲 啊 名字 12 ok 6号码 so 农历 呃 这个是过期日子 那之前你要不要填都是无所谓的啦 so 我只是习惯性我会填一填 确认 这样你可以看得到啊 当你加member的时候啊 你是可以去选择你的宠物的 你可以看一下一个名字 比如讲 啊 我一条狗 我叫BB的 so 这个BB呢 它是什么狗 薄美啊 ok 比如它是一个薄美 这样还是绝集它出生的 2020 20101 so 它就是满一岁咯 它就是一岁了 ok 因为现在是2021年了嘛 ok so 有没有绝育 啊 然后大概体重多少公斤 4公斤 so 这个是被注 有什么被注的 你可以填在这个位置的 好了 各位你就按保存 这样你可以看得到啦 它现在是有个薄美的 ok 难的 当然你要继续加宠物也是可以 so 这边呢 你可以去set setting它的一些资料 在这个位置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余额 余额的话就是讲 它可以套钱 就是比如讲我来 我放你这边100块 so 我来的话 我是扣我的credit ok 然后这个是积分 它买一个东西 还是它做一个service 它有point point可以拿woucher 扣东西 换东西 都是可以的 不 这个就是woucher 带庭券 这个带庭券 我后面再跟你解释啊 所以比如讲 我们这个是监控视频 如果你是有跟我们拿 mycdv的话 我们是可以去做setting的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视频地址 所以当你选择这个狗的时候 它可以立刻看到那个狗的cdv 因为如果你每一个 笼子都有camera的话 所以这个是看情况 而设定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啦 ok 所以我选择了我的member 它在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我只是take我的order 的东西 如果我要给commission的话 一样的 我可以点它 我选择我打勾元 我就可以setting 这个是给谁的了 这样你可以看得到 那我doubleclick进去 它就有一个打勾元了的 好了 过后 我就按payment给钱了 so 617块 ok 700 这样我就找回83块给 83块给它咯 ok 所以在那边呢 可以看看我们的一个是叫做 呃 寄养的 就是 maybe它是有个房间 这样子的 ok so这个 稍等一下啊 我拢了一个 ok 弄了 so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啊 我这边有个是寄养的 寄养的话就是讲 可能我有房间 ok 这样我这个房间 是给这个小狗的 这样小狗一号 ok so它是要什么 ok 它有电话号码 这样我可以在那边填小电话号码 如果不要的话 我直接填小名字 ajun 啊 sorry 这边一定要记 一个 呃 它是 ok 因为我这个电脑有点问题 所以你这边可以 填小的名字 啊 电话号码名字 然后宠物的名字 BB 它自己是要寄养 几点到几点 然后还要什么service 你可以去填 你可以在那边找的 还要什么service啊 还是要什么 产品啊 你可以在那边找 找完货 你按加入 他就listing在这边 然后他也会有价格在 消费产品 消费产品的话 一样的 你可以去选择你的产品 可能讲还要用什么宣布啊 还是要买什么东西 要给你吃什么食物的 你可以listing 在这边 然后这是金额 so 预存金额就是讲 可能他给了deposit deposit给多少 这样 这个导购员 导购员就是哪一个员工去service 这个狗的 然后可能他有什么备注 可能他是有早午晚餐的啊 然后还有早上溜 下午溜 晚上溜狗 这样子 好了 你按确认 他就save在这边了 ok 他就有一个record 是给这个宠物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预约 可能讲还要booking 啊 可能booking这个 他几点到几点 还要做什么service 啊 剪毛还是什么的 so 我这边我可以填写那个顾客资料 名字 ok jun 比如这样讲的哈 还有什么项目 要有什么service 啊 你可以在那边填写 选完过后 你就可以 他就可以加在这边了的 一样的几点来 几点到几点 ok 然后预定金哦 一样deposit 然后有什么special remark 你可以写的 写在这边 他这个就是否 他booking了一个 呃 时间的 他就bar了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交接班 就是换shift 比如这样讲啊 我买了个东西啦 做payment过后 so 我发觉那个东西有错的话 我可以按这个 销售单去 找回那个单 我可以按退货 就是我退回那个钱给他 也是可以的 ok 然后的话 嗯 火全台 ok 我们这个信息中心 比如讲啊 因为你卖的东西 比如讲 这种食粮的 这种粮的东西 你们一定要exparate的吗 对不对 通常如果有exparate的话 我们这边 你可以有库存预警 库存预警 比如讲 你可以看你的stock 还剩下多少 好 说他这边会display display玩出来的 如果你还有货是 呃 可能他stock不够啊 还是他exparate了啊 还是你有 顾客生日了啊 全部他有listing完 在玩这边了的 他这边全部会给你知道咯 so 前台的其实也是很basic的 也就是这样子做单啊 可以钱啊 算钱这样子罢了的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台 我后台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啦 比如这样讲 你可以去看你的seals 今天呢 都得seals多少钱 你营业额多少 这样你什么最好卖 全部这边有display玩 给你看到完了的 so 给他楼顶一下子 啊 你可以看得到 比如讲我讲 现在今天的 你可以看 今天你的seals多少 你profit多少 ok 你卖了多少个产品 这样这边也会display玩给你看 因为通常你这个seals一定是最高的 然后profit是最低的 你看到两个是一样高的情况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填我的cost 如果有填cost的话 你就知道了 这个可能是最高 然后他大概是到什么程度 因为你卖产品 你一定有cost的嘛 这样你就知道咯 今天 其实你赚不赚钱 啊 你就可以知道了的 ok so 你的钱 今天的seals啊 大多数是被什么占据最多 你的产品 你的service 美容还是什么 这边会有写到玩给你看到的 ok 然后样的 你今天最好卖是什么产品 什么item 还是什么service 这边是有listing玩给你看到的 所有的item在玩这边 像你现在current stock啊 那些全啊current stock现在多少个 你卖多少个 这边全部有给玩给你看到的 ok 然后我们这边有个是啊 销售单据 可能你在家的话 你没有去到店的话 你依然你可以点击这个销售单据 按明信 你就可以知道了啦 我这个单 哪个catcher 哪个member 他几点做他几点来消费 他买了任何东西 你可以在家看得到完了的 ok 然后哪一个是有抽commission 哪一个负责的 啊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special的 还有一些我们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 啊 疫苗提醒 可能他有打 可能你们有给做打疫苗的 啊 你可以在那边去填写疫苗 你有什么疫苗 这个疫苗还是多多少天的 这样如果有人消费的话啦 他事件一到来 他会remind你 就是讲哎 他的疫苗到期啊 给你可以去contact透过sms 还是透过wechat去contact回你的customer的咯 ok 然后还有的话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大概这样讲解啦 还有我们有woucher woucher的话呢 你可以 我们有很多种的 我们有7种 但是实际上会用到的大概是6种左右啦 ok so 你 统计 ok ok woucher的话通常我们有7种 我们可以选择你要discount钱啊 还是你要free东西 free产品 买1送1 买2送1 还是啊 买一个第二个搬家 这样子 你们全部可以做的 还是free gift也是可以 这样你的woucher 你要print在receipt那边 给他下一次来消费也是可以 然后你可以看的 你领取go 几时开始会开始走 他可以走多少天 还是领取啊go 然后他我第七天过后他才可以start这个woucher 然后可以走多少天 我们这边是全部可以setting好好的 ok so member的 member资料啊 中他每次消费 消费完后会变成下一个level 这样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会找一天我会online正式demo一次给你看 因为啊时间关系 so我就讲到这边先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你可以给我知道我们在online的话 我们用透过zoom还是可以做上门 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了解咯 好 好